掐人是你幸福 黑人是你快乐 如果到时候中国都怪 你们是不是该直播去厕所吃点什么 一不小心OB到了 ZGDX和TAT战队的训练赛录屏 大家都知道 这视频肯定是OB不到的 这次肯定是故意放出来的 总之 ZGDX就是输得很惨了 对面阿泰 用于早前把笑容打爆 笑容直接成了突破口 看得出来 队友很努力想翻盘 但是笑容实在是太垃圾 太拖后腿了 看看你们这几天吹的 国产输出新希望 什么东西啊 别人随随便便用同款时针 摁在地上死死摩擦 太垃圾了 赢了吹 输了黑 你们真有一套 一盘训练赛能说明什么呀 而且那么的巧 一直赢的就输了这一场 就被放出来了 TAT战队齐心可诛啊 为什么拿了那么多冠军 都没几个人喜欢这个战队 是时候可以深思了吧 教皇和诚哥相继离开TAT 真的是正确的选择 想必他们的粉丝也松了一口气吧 喜欢一个队员 但是讨厌他所在的战队 绝对是一件矛盾的事 当初吹得飞起的不就是你们 赢了一堆国内弱基队 我就叫得比谁都大声 笑死人了 现在被打脸疼不疼 ZGDX收了支弱基重担 真是倒了八倍的血霉 强烈要求名神的替补重担率回归 我的天哪 这TT太孙子了 训练赛的视频 为什么要放到网上呀 先是故意挑衅 逼得俱乐部 不得不出面回应 然后又刻意针对童谣 现在又擅自把视频放到网上 引导网友 网报我对心中担 他行为简直就是无耻 卑鄙 无耻 饼啊 你妈最近情绪波动有点大 你要怪一点 也怪我 没跟俱乐部聚礼力争 让别人欺负她 小姐姐猜来多久 就惨遭阿泰这样的毒手 她不会从此一蹶不振 不敢再上场了吧 这姑娘不会自闭了吧 这都在房里关一天了 她要是真的这么不堪一击 还真不适合她指引 她毕竟是个新人 这种事情 应该也是人生中第一次遇见 我们作为她的队友 从现在开始 我们更应该要理解她 对 她毕竟只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姐姐 我们得保护她 关爱她 老K 听见没 保护 关爱 她是什么国家三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吗 还需要关爱保护 电子禁忌无关性别 不对 三级 大熊猫不是一级保护动物吗 你看看 我就说了 签个女队员肯定就是为了炒作的 想赢肯定抢教皇啊 为了关注度都不让绿回来 抢个笑话 国产玉藻钱 都被别人用玉藻钱打爆了 CGDX永远打不过TAT队 今年的冠军还是TAT的天下 多疑点 这会儿比较大 大熊猫 不得了 多疑点 还能让你带来 能不能带来 有毛巾 要不要有毛巾 没有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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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的人好歹是联姻之后才开始吹 你们这些可怜冲 看人家训练赛说了一把就忍不住跳出来 忍很久了吧 憋得不行了吧 家人使你幸福 黑人使你快乐 冠军还是DAT的 如果到时候中国都问你们是不是该直播去厕所吃点什么 然后再剁点什么